这两天我感觉到最新风雪雨 最带人寻味就是 今天看到自由时报连着三天 几乎是用全版的方式来事后唐凤 照讲你们都是执政团队 而且我们看到自由时报跟执政者 执政当局是关系非常良好的 有什么事情私下不能沟通 而且你如果真的要唐凤下台520 就全部都换人了 那你干嘛在520体现这个时刻 你要对他下这么重的手 完全不符合我们讲的政治的这种 所有的生态 你说这是民进党内部的一股 新风雪雨的斗争 保安哥做任何斗争都会有目的性 但这件事情完全是怪上加怪 首先第一怪那怎么会自由时报 你说打就算了连打三天 来各位你要仔细看 他这个打法有好几种 等一下他都是A3版 我们如果在报社里面知道是 A1版是门面 2版但是政治心怀就等于说是有点 等于说是行李如一的 3版我这个报社 我有什么的态度 这个报社我要杀谁打什么 就放在A3版 A3版就是A2是国家大事 A3就是仅次于国家大事里面 我们最重要最想要给观众看到的画面 所以他是怎么打唐凤 各位你仔细看那个标题就搞懂 刁难身位分析 婉拒台美合作 述发布打假 玩假的 还说假消息入导 相互卸责 上下难沟通 难留财 任务丢回行政院 出席IGF 这句话重要了 质贬官方身份 保安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叫做人格毁灭战 他是要把唐凤的人格给直接毁掉 因为你今天打你看好几种嘛 你说唐凤你这边做不好 你需要改政 你需要改进 那我就看不懂了 奇怪了 这520之前 唐凤还就认 为什么要用这种 极尽所能的方式 想要把唐凤给毁掉 直接批评说 述发布的疗气很重 对而且讲白了 他就是要跟你讲一个概念 唐凤这个人得不配位 人格有问题嘛 但讨啊那我现在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 既然认为唐凤那么糟糕 那我们等520换掉就好了 对啊 那为什么我要现在这时候 要捷径所能的去毁灭他 去攻击他 因为道理很简单吧 只有两种可能嘛 第一种可能知道是什么 第一种可能是唐凤不愿意下来 就是我叫你下来你不下来嘛 你现在有爱事他 你现在可以走路的不走 对嘛 敬酒不吃吃罚酒 皇上已经赐你白领了 但你还不肯掉嘛 但不肯掉我们怎么知道 先把你斗臭再把你斗垮嘛 我们只能玩粗的嘛 再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的可能性就代表 其实这个背后的锚点不是唐凤 保险跟你们想到一件事情 唐凤在520之前 搞不好他只是第一个 后面还有没有其他单位 你是唐凤是唯一的 还是第一个 对嘛他是开第一枪嘛 因为唐凤这个标的很显而易见 各位不要忘了唐凤有什么样的身份 第一件事情 他是不是蔡英文的爱将 他是吗 当然是嘛 独一无二 他是蔡英文的爱将 这个最有趣的是什么 他们现在讲说唐凤没有办法 跟其他人沟通 对不对 结果蔡英文曾经给他什么封号 我觉得这是非常刻意性的标题 因为蔡英文曾经评唐凤说 他是我们内阁沟通的表帅 他是我们内阁大家都要向他看齐 他是最有沟通能力的人 因为蔡英文曾经讲过 很多人跟我做报告 我都听不懂 可是唐凤跟我做报告的时候 这是当时对蔡英文的专访 最会沟通的官员小英点名他 就是唐凤 他说他做的报告我一看就懂了 所以现在自由时报跟你讲 没有唐凤是沟通能力有问题的人 这是不是在洗脸蔡英文 这摆明就是在跟蔡英文叫板嘛 你讲别的事情 为什么要去讲沟通 所以各位你看懂了嘛 唐凤只是第一枪 因为他的身份特别 第一个他跟其他派系所有人都不沾锅 等一下蔡英文在接受这个 所谓的报告专访的时候 他还特别讲什么 他说他还拜托唐凤政委 多跟其他政务官沟通 告诉阁员们怎样做好社会沟通 他说唐凤是大家的老师 你这些其他的阁员你各位 多跟唐凤学学 结果现在被打成黑五类 对不对 从最大的红牌变黑五类 那为什么 至关重要就是他跟蔡英文的关系 第一个唐凤今天跟其他派系 有没有任何关联 没有 那没关联嘛 你就是蔡英文独一宠爱的嘛 再来你当年唐凤上位的过程是什么 各位不要搞错了 当初有个重要推手叫谁 郭耀皇 等于说束发部是他这个手把手 然后这个一手带大的 好不容易弄成的产物 结果保立哥最后发生什么状况 跟你讲说 郭先生政委员来去旁边 就是蔡英文硬要拍板 把这个束发部亲手送给唐凤 所以束发部当时的推手 筹备工作小组 他是政委郭耀皇 可是这个筹备完成 束发部要成立之后 却是唐凤当部长 对替人作驾嘛 所以各位你就看懂了 为什么第一个找的标的绝对是唐凤 因为他具有英系的代表性 再来整个束发部就是蔡英文亲手要给唐凤 端好给他亲自服用的 量身打造的部位嘛 所以当然开刀嘛 而且今天开刀是谁 林俊宪 刘世芳 这两个有没有代表性 当然有啊 林俊宪代表谁 赖清德的意志嘛 刘世芳代表谁 新潮流的意志嘛 代表说这件事情是连赖清德跟新潮流 各位你不要搞错哦 赖清德已经脱流了是 两边都有共识我滴一滴血就是要让唐凤留下来 所以可怕的是什么 今天打了三天 后面还会不会有更大的尿 会不会有束发部的Bi 会不会有束发部的猫腻 还会继续抛出来嘛 在你垮掉之前我都会继续弄嘛 而且自由时报在民进党内多具有代表性啊 当然具有高度代表性嘛 但我反问一件事情 赖清德这时候跟蔡英文开杠要做什么 那没道理啊 我不是说我要走蔡英文路线吗 我不是说520之后还要承接吗 其实理由很简单嘛 在做完全的切割 因为赖清德最担忧的恐惧是什么 支持度没有办法拉高嘛 我如果半年后支持度还是很惨 那我怎么办 我就跛脚了 所以在这个前提状况下 他要怎么样把支持度拉到最高 我就打蔡英文嘛 我跟前朝做切割就是 我现在是新的4年 我跟你过去的8年残没高 水没流 所以这是他最坏的方法 而后续之后 除了唐凤 绝对还会有接二连三的发生 所以董事长 你也闻到那个血腥味了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做得很粗躁 然后这个就是相双五箭意在佩弓 打个唐凤有这么严重吗 唐凤有那么重要吗 唐凤有那么大的 你看他那个奴隶的所有的十大罪状 你说也那么多罪状吗 自由时报是等于说是大罪 自由时报的A3版是何等重要 你唐凤何学人业 我们就去骂骂过他 而且我骂他也不会骂很久 我曾经讲过 唐凤干的事情我都不相信 结果你是用A3的版面 这样子来伺候 你说这就很奇怪了 这个事情非常怪异 所以我刚刚再重复一遍 相双五箭意在佩弓的第一个 第二个他根本就是把唐凤这个人 跟这个单位彻底把他斗臭 就是斗臭嘛 斗臭他的手法很细腻 第三个你看新潮流怎么处理的 新潮流派的出来的人是谁 是刘世芳 刘世芳现在是什么官位 是什么职务 什么职位 叫做退休立法委员 刘世芳在民进党内根本没有职务的 他都跟我们一样一品老百姓 怎么会访问到刘世芳去了 谁会去找刘世芳 这个精密布局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找刘 林俊宪是对的 因为林俊宪不怕得罪蔡英文 退休立委不怕得罪蔡英文 林俊宪不怕得罪蔡英文 所以这个里面的标的物 基本上还是在后面的这个 关爱的眼神必须要把它毁掉 差这几个月有差吗 不是 而且我觉得这句很狠 直接挂就是行政院的官员 政院官员说唐凤 看不出唐凤该有的思维跟高度 对 那我们现在不懂的就是 为什么是唐凤 现在我们突然在这边 那么多的 那么多部会首长 锁定唐凤有什么意义 唐凤代表什么 唐凤真的那么有 都干了那么食乐不食乐的坏事吗 好 我再讲一个最简单的 打那么多 为什么不在选举以前打 选后打干什么 选后打就是党内斗争嘛 选举以前打就是爆料嘛 对 对不对 这个摆明的就是党内斗争啊 那斗争是斗谁 斗谁 斗是斗大老板嘛 就他们来 迈不住性子 他没有办法等你这个看守内阁 让你看守四个月啦 你今天就要给你修理了 冰冻了 就开心 我要争取这个意义 在这个立法院开议的时间 做党内改革的工作 很简单 改革第一个是改革谁 改革当然是速发部的唐凤 所以他不是只有一个速发部 包括肯定速发部的蔡英文 全部都是被检讨的对象嘛 所以唐凤会不会离开 唐凤不会辞嘛 唐凤怎么会辞 因为一定要改拼嘛 对 冰到底嘛 所以这个只是斗争的第一枪啦 你说你同意 刚刚这个宇宣的说法 这是第一枪 不是唯一的一枪 而且第二枪第三枪都传后啊 当然是啊 这个唐凤是被锁定的对象 这个我们是知道 那很简单 我跟你讲 敬酒不吃吃罚酒 连你行政院官员都在骂他啦 对 看不到你的差委跟高度 看不到你的差委跟高度 现在都叫做态度嘛 但是真正讲的 再来就不是态度咯 再来就犯罪事实啦 我现在讲了很多妙的事情 我最近碰到一件事情 我个人碰到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被苏贞昌跟陈时中告 告什么东西呢 就告BNT 我BNT的合约的事情 对 BNT采购案 BNT采购案是一个 无疾而终 没有签 没有签 有签约 没有执行而废约的一个采购案 可是苏贞昌在他的脸书 陈时中不这样 你是说已经还他公道了吗 没有还他公道 现在问题 事情越发越不能控制了 完全变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结果 你看一下这个 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 通知什么东西 他讲被告申请 就是你申请原告陈时中 是当事人 比如说你现在陈时中 要用当事人来询问 还要通知林权 到庭询问 他说本院任君以市民代证事实 而且跟被告要证明的事件 有关联性 所以有必要 所以你看到没有 陈时中在三月份 而且已经通知他们到庭询问了 所以变成原告陈时中 要到庭上去被询问 询问什么东西 询问很简单 就是询问BNT这个合约 所以这个合约很简单 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份 这个德国的草约 在我们节目上公布过 但我们上海复兴代表 也在庭上作为陈唐证供 結果法官说 有这个合约在 有这个合约在 就问陈时中 你看过这个合约没有 陈时中3月13号 就要来说他有没有看过 因为林权看过这个合约 林权有把这个合约给 可能又给陈时中看 这些代证事项 通通要在法院里面 要去问原告 所以林权 你曾经讲过 进到了台湾的法院 什么事都会发生 那这个事情发生是 我是被告 结果法官要为了被告的清白 去调林权 调陈时中来做证 做什么证 我告诉你会变成什么事情发生 你知道吗 法院会基于需要的话 会去要求卫福部 我们会提出申请 我提出卫福部 把那个封存30年的合约解封 来作为庭上证据 好 另外雨薛 今天有一件大事情 大小民众当中怎么讲 逸臣以前常常讲过 妙小妖风大 齐显王八多 今天三个女人一吵气 今天常常讲到 杨宝珍哭了 对 大家看到说 是不是宝珍受委屈 杨宝珍被这个 陈志涵 他哭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当然 因为他背后代表一件事情 代表杨宝珍很有可能 会变成磕黑的新成员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理由很简单 今天杨宝珍在哭什么 哭说在未来 整个党团的主任 跟谁来担任 那是陈志涵了嘛 那杨宝珍陈志涵哭什么哭 他不是好姐妹吗 因为哭只有一个道理 他前面还感谢陈志涵吗 哭这道理很简单 感谢他干嘛开记者会 感谢干嘛要哭 所以这个眼泪是攻势嘛 代表他今天开枪要有对象 他开枪的对象就是谁 他这个动作是攻击 攻击陈志涵嘛 代表说各位 人喔在这个 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有时候会发现一个状况 叫个大声的 我这最后有个气 我叫个两声出来 今天杨宝珍做这样的机会 就是动作 因为理由很简单 杨宝珍在立法院待多久 待四年多 对不对四年多 然后一路升到副主任 他在立法院待四年了 对他等于是熟门熟悟 那陈志涵呢 陈志涵没有 他没答应我 一个心情不到 所以对于杨宝珍来讲 今天一个没有待过立法院的人 突如其来 以前我党团的时候发言 是找谁发言 我杨宝珍发言啊 今天各位 有没有记得 之前党团拜会的时候 说要选院长的时候 民众党要提出改革方案的时候 出来讲话的是谁 杨宝珍 各位报告 以后再也看不到这个景象了 为什么 全部都变陈志涵了嘛 那杨宝珍原本是从 天治第一号立法院的发言人 未来变成陈志涵是什么 打砸的 要当他小妹 要帮他处理事务 然后所有一些美光灯 所有一些光彩 都会聚焦在陈志涵身上 而且在立法院资历 我们讲资历很重要 待了四年多嘛 而你今天陈志涵来 他开春第一炮 他要跟你讲什么 我会秉持了谦虚的心 我来这边学习的 学习的 因为杨宝珍听了他 能不能忍受得了 当然忍受不了嘛 孰可忍孰不可忍 竟然你再来这边 当高薪实习生 然后未来我还要哄台你 所以各位 这其实背后它有个概念 杨宝珍跟陈志涵 他们有根本性上的矛盾 杨宝珍是隶属什么的 救民众党 他是蔡壁如手把手带进来的嘛 他是蔡壁如的人 他还跟小牛跟我们讲的 从前一个这种智库执行长 通通大家是什么 救民众党 而陈志涵代表的是什么 母姐会 他是新民众党嘛 所以这是另类的一个新旧之争嘛 所以代表说救民众党的势力 连这个我们最后一块净土 你王珊珊 你陈志涵都不肯留给我们 一丝余地 要把我们整个完全清剿出去 所以势必我当然要什么 我当然要跟你叫板嘛 所以最后他 保陵哥有些什么 他是早上传出这个消息 我跟保证确定是杨宝珍放的 那下午马上杨宝珍说 我要出来开记者会 我跟科大学报告 我要出来开记者会 就记者会开的时候 马上讲每一两三句 眼泪就开始要飙出来了 重点是 讲到柯主席 对嘛 他就是马上开始 讲到柯主席说没有啦 然后开始眼泪在眼眶在放红 在那边打断 请问一下 这个对谁最有杀伤力 当然对陈志涵嘛 大家都会开始挑战 指引你陈志涵 是不是霸凌杨宝珍 但我跟各位讲 这个东西跟内斗完全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很显而易见的就是 在这一场立法院的 权力争夺战役当中 就派系输了 而即便输了 杨宝珍也要将这一枪 最后一丝力气 斗向陈志涵 让世界看到全台湾 看到现在在民众党内部 母姐会有多阿伯 母姐会有多阿伯 母姐会有多阿伯